尽量多地获取这个人物信息 他不单画出了人物的那种英雄气贷 而且画出了人物内心的那种波澜 水浒传中的英雄啊 内心层面是非常丰富的 这里头文化背景非常大 为了画好水浒传的英雄好汉们 王国栋几年来的确走了很多路 他巡遍大江南北 想要找到与其心目中贴近的艺术形象 虽然大多数的旅途看似徒劳 但他每次都有自己的收获 在他看来 人物写生本身就是大战前的军事演习 无论是拖拉机上的大叔 拨玉米的大婶 还是青春靓丽的小姑娘 皆可入化 除此之外 《群像》更是王国栋笔下的得意佳作 一幅《矿工》画出了当代工人们特有的精神面貌 一幅《青帐》描绘了清洁工人的辛勤劳动 而世盘中 焦急的父母正在雨中的校门口等待着放学的孩子们 道出了可怜天下父母心的事件真情 这些创作使得王国栋的绘画技巧 在不知不觉中潜思暗掌 也都为水浒传的人物绘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秦树铭先生对于这种写生的方法表示了极大的赞赏 所谓一个画家 这个写生才是他的来源 是他真正的来源 要跟他这个社会的界牌 一个画家如果说不写生呢 他也就走到尽头了 写生这东西 他是有生命的 谁离开生活 所以就不是一个很好的画家 在采集素材和进行写生的过程中 王国栋走得最多的地方 就是水浒人物的家乡 山东梁山坡 他深入到英雄人物的子孙后代当中 观察他们的相貌 体验他们的生活 哪怕是一种农具 一块土梗 都不会轻易放过 在走万里路的同时 王国栋并未忘记读万卷书 他不仅不厌其烦 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水浒传 还广泛搜集 有关水浒传的评述和分析 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 他逐个审视 反复构图 用心琢磨每个人物的表情 姿势和状态 俗话说 有一千个读者 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有千千万万个读者 就会有千千万万个武松的形象 那么作为画家 又将何去何从呢 这的确是个难题 鉴于水浒英雄为大多数人所熟知 在原著中又有连普画的倾向 王国栋在绘画时 既要考虑到建赏者的接受心理 又要站在时代的立足点上 对人物做出全新的解读 在艺术构思上 他通过绘画语言 竭力将人物的个性 气质 灵魂和思想感情 生活阅历 在笔墨的流淌中 一一复活 在艺术技巧上 他立地千人一面 用不同的线条力度 来表现不同的人物性格 用不同的勾勒方式 来描绘不同的武器服饰 方圆虚实 浓淡枯湿 全都能胸有成竹 受访自如 经过将近两年的艰苦努力 他的《水浒传》人物百图 终于横空出世 一百单八将 加上潮干 共计一百零九人 全都愈然至上 如果我们分开来看 人们会觉得 虽然每幅作品都是英雄形象 却又绝不雷同 各有特色 而如果将这百幅画卷挂在一起 就会让人仿佛置身于 梁山英雄大巨翼的壮观场面 动人心魄 王国动画《水浒传》人物 不但有自己的风格 也有自己的套路 他画每一个人物 必从眼睛画起 为什么从眼睛画起呢 就是我认为 模特打动你的时候 首先是什么 你看到了他的形象 他的眼睛里边都是会说话 都焊有一定的 好像是他的阅历 他的知识层面 还有是吧 包括好多他的东西 哪些的东西 都表现在 他的两只眼睛上面 所以说我比之前 你想表现的 就是这些个内心的东西 并不是找搬摸摸一种 外表的这种动态 尤其在室内写生 尤其画家 国号人画家 一定要抓住 他的内心世界 反映内心世界的窗口 那就是眼睛 所以具体的画面上 处理上 我拿了很大的时间 很大的精力 来处理每一个人的 这个面目 尤其眼睛的刻画